一直以来金门有着战地的神秘色彩 现在开放观光之后呢 民众可以进到战备坑道 感受当年战争的炮身龙龙 其实过去大家不晓得的 其实金门也很有人文气息 走过我们的镜头 带大家一起去玩 2008年金门县政府拼观光 把民房坑道开放给游客体验 地下金门的风情 丛林坑道堪称是金门规模最大的 地下战斗坑道全长1350公尺 地底下指挥所但要配备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深水井 池河避难都不成问题 那你看这张地图 穹林的位置刚好在金门的中央 那以前38年老逛要打金门的时候 他的策略是分成东西两半 从中央击破各个击破 所以才有这个坑道的 战斗坑道的产生 坑道四通八达 直接通到地上的民宅 游客走在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坑道里头 最能感受当年的战争气氛 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住在都市里面嘛 所以感觉起来 其实这个地方好像就跟我原本的生活 好像完全切开了那种感觉 现在还好不打仗 是啊 不然的话在坑道肯定迷路了 迷路了 没被打死也饿死了 坑道上方的琼林村 拥有八百年的历史 是金门最老的聚落 也是全金门闻风鼎盛的地方 看看加瓷上方十多块近视的匾额就知道 穿梭在巷弄中 除了感受书香气息 还有宁静古樸的氛围 观光局邀请大家来体验不一样的金门风光 中天新闻金门综合报道